那個樣子 我以前就一麻一樣 你知道嗎 我就跟我那個兄弟 我們去舞廳跳舞 然後我也等於 剛走進那個世界 然後就被灌到這樣 舞廳就睡了 然後就被叫起來 再喝 我說不能 再喝我就吐了 幹 是不是兄弟 再喝 一麻一樣 你知道嗎 一樣的氣氛 一樣的音樂 一樣的狀態 那時候也有那種 那種盜版 那個版權觀念還不像現在這樣 然後也會有 台灣的唱片公司 就把一些 他們自己精選一些西洋歌 然後他們就會翻譯 他們就把這種歌翻譯成 無意義的做愛 空中不濟 空中不濟 對 很喜歡這個歌 所有人都 都在聽 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在舞廳跳舞 滿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開始你們姿勢可能會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試探的把他的手放到你的肩膀 就是兩次手都在他腰上 如果你們再聊得頭細一點 就會變成緊緊相擁 然後你就知道 啊 這可以有接下來的發展 那如果不行 那也許就停在這個階段 第二支舞 就彼此不用相見 那時候大概 明明我想應該會有個五首快歌這樣 然後可能有個兩三首慢歌 透過慢歌的時候那個身體的接觸 那個交談 而有的一個交流 那真的是非常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 但是已然消失的傳統 對 你不是第二個來騎我跳舞嗎 我不是第一個 沒有關係啊 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被打架 第一個被打架 這樣才有面子啊 第三次我被打架 就是你 你不是的 你不是的 我不是的 這話就停捏